您以此身受三百磨至身, 今一劫二劫,中部已破戒之身, 受予信心弹月百味一样, 付座誓愿,您以此身投热铁祸, 今百千劫,中部已破戒之身, 受予信心弹月千种防射物载, 圆灵田地,付座誓愿, 您以铁锤打碎此身, 从头至竹,令如围成, 中部已破戒之身, 受予信心弹月恭敬礼拜, 付座誓愿,您以百千热铁刀魔挑起两目, 中部已破戒之心, 是他好色,付座誓愿, 您以百千铁锤, 禅斥而根,今一戒二戒, 中部已此破戒之心, 拼好阵声,付座誓愿, 您以百千剪刀各去其笔, 中部已破戒之心, 贪秀诸香,付座誓愿, 您以百千刃刀各断其舍, 中部已破戒之心, 食人百味禁食, 付座誓愿, 您以利不斩破其身, 中部已破戒之心, 贪着好处, 付座誓愿, 愿一切众生, 惜得成佛, 而菩萨若不发誓愿者, 犯轻构罪。 我想这里面比较容易懂, 就是千万不能破戒, 所以来接受各种的供养, 也千万不要满足自己的, 所谓里面叫眼耳鼻舌身的欲望, 所以而去看, 去接触, 所以在这一点, 各位只能你自己知道, 比如说, 我们去吃自助餐, 好吃好吃, 完蛋了, 你已经伤了菩萨戒了, 不是好吃, 我们是为了度众生, 认定对方欢喜, 陪他吃好吃的, 了解吗? 自己就随便就好了, 是为了横顺众生, 所以给好吃的, 听好听的, 就像现在拍了很多动画片, 这张很多佛教音乐, 不是为了满足他的感官的欲望, 是借由这个可以, 借由这个是你的动机, 不是为了满足自己, 的欲望, 就像有一个菩萨问我说, 受了菩萨戒, 可以跟先生一起睡觉吗? 可不可以? 当然可以, 怎么不可以? 不可以你要怎么办? 但是你不能是因为欲望, 你只能说, 我用我的身体, 陪先生可以度他, 先去拜个四十九拜, 再来陪他睡觉, 希望他得到我的功德, 对不对? 先去吃素吃得很好, 嘴巴念了很多地上经, 清理一下可以, 为什么? 因为你的动机不是为了, 所以这个, 菩萨戒讲的是心态, 声闻戒讲的是行为, 但是这里面就是, 你要以菩提心去做这些事情, 而不是说断除, 不是说断除, 那你自己要评估好, 所以你今天已经受了菩萨戒, 不是不跟你先生在一起, 而是你要一个, 以这个方便去度你先生, 可以, 你自己没有这个欲望, 对你来讲爱情已经不重要, 而慈悲才是重要, 你可能要用一辈子的时间, 去度你的爸爸, 跟度你的先生, 或度你的太太, 那可以, 这个对你是有很大的帮助, 当然如果你去想到世间的爱情, 你会觉得压力很大, 就像各位你去上班, 你是为了钱去上班, 你一个受菩萨戒人会侮辱自己, 但是如果借由上班, 你接触了公司人跟这么多客户, 可以把因果轮回的道理告诉他们, 然后钱只是你一个生活方便, 其他的你可以去上工下士, 那你就超越了, 那是菩提心, 这是你要自己放在心里, 而且要把这些成为你的愿, 像这里面写的是古时候的发的愿, 跟现在人接触的人事物可能不太一样, 但是你要教我们, 不是光这几条愿, 而是要针对你的情况去发愿, 比如说你现在有一部很贵的进口跑车, 进口跑车, 那怎么办, 那你要发愿了, 我开了这一部进口跑车, 当愿众生开的车都比我好, 见到我的车, 如看到净土而得到我的功, 你要开始一直发愿, 而不是去享受这一部车的高贵, 流线型, 起傲慢心, 就是说你要转念, 而且要把它成为你的戒律, 互做事业, 不然后面还要发挥, 宁可割, 割我的舌头割掉, 也不要去吃好吃的, 对不对, 以破戒之心去贪着好的味道, 所谓破戒的意思是说, 自私的叫破戒, 舍弃众生只想照顾自己解脱的叫破戒之心, 那都不能有, 37, 第37, 而菩萨行头脱时即游方时, 行来百里千里, 此十八种物常随其身, 头脱者, 从正月十五日至三月十五日, 八月十五日至十月十五日, 四二时钟, 此十八种物常随其身, 如鸟鸟二义, 若不杀日, 心学菩萨, 半月半月常菩萨, 宋时众诗十八清界, 若宋戒时, 与诸佛菩萨行向前送, 一人菩萨即一人送, 若二人三人乃至百千人, 亦一人送, 送者高坐, 听者下坐, 各个批九条, 七条, 五条加沙, 若结下安居时, 亦应一依如法, 若行头脱时, 末路难处, 若二国界, 若二国王, 土地高下, 草木深邃, 狮子虎狼, 水火丰难, 急宜结贼, 道路毒舌, 一切难处, 稀不得入, 侯陀行道, 乃至下坐安居, 适诸难处, 皆不得入, 若不入者, 犯轻够罪。 那针对我们出家人, 佛陀很希望我们修苦行, 以这个苦来生起出离心, 来消除自己的爱人, 来修悲心, 所以他叫我们在这个二个时间, 正月十五, 三月十五, 八月十五, 十月十五, 因为印度按照那时候的时间不太一样, 然后头头行要带着这些东西, 经常诵戒, 当然诵戒各位以后最好有诵戒法会, 一个代表念的标准的, 坐高高的, 然后大家听, 大家听, 听的时候就是在反省, 一直反省, 但是虽然你行头头行, 千万不要伤害到自己的生命, 有危险苦难的地方就不能去, 因为你把你生命弄糟糕了, 病了, 死了, 那对菩萨道没有帮助, 头头行是在征服我们的, 因为你要行菩萨道发菩提心, 就怕你有一个我质啊, 懒惰啊, 怕苦啊, 所以你要故意这个来修, 只是我师傅给我说, 现在的头头行比古时候更苦了, 现在的社会困难很多, 纷纷扰扰很多, 状况很多, 自己随时保持在这个状态, 那如果你要真的是这样去做, 现在, 因为现在社会环境超过古时候的复杂了, 所以就要看因缘吧, 好, 我们从三十八就, 我看就不解释了, 再念下去后面就, 好吗, 念到最后哪里不是很容易了解, 我们再解释, 好,开始, 第三十八, 第三十九, 不修福慧界, 若佛指, 常应若借者赤地而作, 并教化一切众生, 建立身房, 山林田园, 立坐佛塔, 东下安居, 坐禅处所, 一切行道处, 皆应立知, 而菩萨应为一切众生, 讲说大圣经历, 若疾病, 国难, 贼难, 父母兄弟和尚, 阿舍离, 亡灭之日, 即三七日, 四五七日, 乃至七七日, 亦以讲说大圣经历, 家会求愿, 行来至深, 大火所烧, 大水所飘, 黑风所吹船房, 江河大海, 罗刹之难, 亦应读诵, 讲说此经历, 乃至一切罪报, 三报七逆, 八难, 丑血枷锁, 谢父其身, 多饮多生, 多疑失, 多疾病, 皆应讲此经历, 而心学菩萨, 若不而者, 犯轻构罪, 如是九戒, 应当学, 尽心奉持, 谈谈平当说, 必适时, 简则受戒戒, 若佛子, 以人受戒时, 不得简责, 一切国王, 王子, 大臣, 百官, 比丘, 比丘宁, 信男信女, 迎男迎女, 十八犯天, 六欲天子, 五根二根, 黄恩, 奴碑, 一切鬼神, 尽得受戒, 因教神所着家杀, 皆使坏色, 与道相应, 皆染使青黄赤黑紫色, 一切染衣, 乃至卧具, 尽以坏色, 身所着衣, 一切染色, 若一切国土中, 国人所着衣服, 比丘皆应与其俗服有益, 若遇受戒时, 施应温言, 如现身不作亲力罪佛, 菩萨法师不得以亲力人现身受戒, 亲力者出佛生血, 是父是母, 是和尚, 是阿舍林, 破解魔转法人生, 是圣人, 若具亲力及现身不得戒, 以一切人尽得受戒, 诸家人法, 不向国王礼拜, 不向父母礼拜, 六亲不敬, 鬼神不离, 但解诗语, 由百里千里, 来求法者, 而菩萨法师, 以二心称心, 而不及与受一切众生戒者, 犯轻构罪, 第四十一, 为力作师戒, 若佛子教化人起信心时, 菩萨与他人作教戒法师者, 鉴欲受戒人, 应教请二师和尚阿舍林, 二师应问言, 如有妻者罪佛, 若现身有妻者罪者, 师父应与受戒, 若无妻者者得与受戒, 若有患食众者, 应教忏悔, 在佛菩萨形象前, 日夜六时, 宋时众四十八清界, 苦道理三世千佛, 得见好相, 若一七日二三七日, 乃至一年要见好相, 好相者, 佛来摩顶, 见光见花, 种种异相, 便得灭罪, 若无好相, 请不吝点赞,